把一整条鱼放进电方锅里面 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吃过 不用加一滴水 出锅以后鱼肉鲜嫩入味 不腥也不柴 这是我刚买的一条新鲜的草鱼 首先我们把鱼鳍剪掉 然后再修剪一下鱼尾 处理好以后我们在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上一刀 在靠近鱼头的部位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小白点 用手捏住 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拍打鱼身 一边拍打一边拉扯 这样一根完整的鱼腥线就被取出来了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操作 是不是很简单 鱼的表面用手摸一下 有一层黏乎乎的膜 这个也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 我们在鱼的表面撒上一点食盐 然后用手把它揉搓一下 最后用流动的清水把鱼冲洗干净 鱼肚子里面的黑膜一定要清洗干净 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鱼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这样鱼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腥了 然后我们在鱼的身上划上几刀 这样可以使鱼更加的入味好吃 而且还能减少烹饪的时间 这样鱼肉吃起来就会更加的鲜嫩入味了 切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鱼放进盆子里面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 在碗里面加入两勺料酒 三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提鲜 再加入少量的胡椒粉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一把小葱 先把它像这样揉搓一下 这样更能激发出葱香味 然后再把它打成一个葱结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片 把姜片和葱结在鱼的身上涂抹一遍 一定要把鱼身上里里外外都擦一遍 鱼肚子里面也要涂抹一遍 最后把葱和姜片塞进鱼肚子里面 然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浇在鱼身上 再给鱼做一个全身按摩 把鱼按得舒服了 鱼肉吃起来才会好吃 按好以后把鱼放一边腌制2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洋葱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洋葱丝 切好以后把生姜倒进电饭锅里面 然后用手把它整理均匀 接下来再把洋葱倒进来 把它整理平整 现在我们把腌好的鱼慢慢倒进来 最后把腌鱼的料汁也倒进来 这里是不需要加水的 因为在煮制的过程中水分会越来越多 然后盖上盖子 按下煮饭键就可以了 时间到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我们把它取出来装入盘中 在上面撒上一点小米辣 再撒入一点葱花 淋上烧开的热油爆香 哇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把烧鱼的料汁浇上去 这个做法厨房小白也完全可以胜任 这样做的鱼肉不仅鲜嫩入味 关键是一点腥味也没有 不经过油炸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